最近接连所发生的几件事情 让人感到一丝不平常的味道 虽然最近一段时间 中美两国的高层之间 相互见面沟通磋商 甚至彼此往来相互访问的频率 好像多了一些 但是这是表面之上的 看起来笑容的背后可谓是笑里藏道 已经进入黄昏期的这一届的拜登政府 依然对中国科技发展 可以说是下了横手 除了我们前面所提及的 拜登政府日前所做的宣布 将会对中国的电动汽车 采取前所未有的限制措施之外 美国商务部长一直在鼓励美国国会 通过新版本的芯片法案 那么希望能够对中国的芯片发展 施加更大的限制 在2023年10月份 美国就已经推出了限制美国英伟达公司 出售给中国市场的一系列的半导体禁令 我们此前说过GPU的相关禁令 但是非常明显的 美国商务部认为这远远不够 因为英伟达公司后续推出了三款 降低规格版本的芯片 比如说L20 H20和L2 结果就在昨天的最新消息 美国商务部认为 英伟达公司降低规格版本的芯片 目的当然是要迈向中国市场 认为规格依旧过高 那么不可以销售 外言之 即便是美国去年10月份 推出的文件当中 明确列举了 比如说它的算力水平达到多少 它的芯片3D分装堆叠的标准 到达什么程度 那么在此以下规格的 都可以在全世界销售 那当然主要是中国市场销售 可是当英伟达公司 按照美国在去年10月份 所公布的相关标准和文件 制作出降低规格版本的算力芯片之后 现在美国政府又翻脸了 认为你这个规格依旧是过高 所以不允许销售 我想这当然对英伟达公司 对黄仁勋本人来说 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和冲击 当然英伟达现在的市值 冲破2万亿美元 那么全球都在分抢算力芯片的当下 显然它的业务本身呢 受冲击肯定是并不大 但不管怎样 在中国市场呢 替代产品华为的深藤910B 以及2024年要推出的 华为深藤920系列产品啊 如果大家在我们昨天节目中所说的 与中芯国际联手挡造的 5纳米的芯片呢 恐怕 黄仁勋不要说什么L20 H20 L2 即便是A100 H100 A800 H800 恐怕在中国市场呢 都很快 它的市场份额 会被华为公司给拿下 这个事情呢 我们把话说在这里 今年呢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 市场的动态和走向 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 那么另外我们看到 除了拜登和雷曼多的动作呢 雷曼多在日前还表示 如果美国国会同意 那么美国商务部将会寻求 禁止那些访问美国公民数据的 中国企业在美国运营 那么这件事情本身实际上 我们表面看起来是针对 什么科技啊 围堵啊等等 它可能已经渗透到一些 非关键科技领域 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 电动汽车 电池 智能驾驶 芯片 算力 人工智能 还属于比较核心的科技 大家想想看 中国很多的电商平台 很多APP 包括TikTok 抖音 国际版 在美国都有海量的用户 按照雷曼多的这个说法呢 可以访问美国公民的数据 相关的中国企业 就不可以在美国经营的话 大家试想一下 那么抖音 访问美国的用户数据 当然访问 对不对 你个人的一些基本的情况 你所填写的地理位置信息 你常去的餐厅 你的个人标签肯定是有的 这些数据本身 如果按照我们常规理解呢 它都属于非敏感数据 但是在雷曼多最新的一次讲话当中呢 把类似行为也被认定为 可能涉及危害美国国家安全 那么这个呢 就无限的上纲上线了 所以说呀 中美两国的关系啊 我们不能看表面 要看它具体采取的动作 可以用四个字形容 刀刀见血 根据美国方面的统计 阿里亚三年 中美两国双边的贸易额 大幅下降了17% 那么另外呢 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双边贸易 首次超过了中国 换言之 墨西哥成为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那么其中呢 我们看到 在2023年呢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下降20% 而从美国进口的商品下降4% 那么这件事情本身 对于中美两国的贸易关系 其实很明显的 虽然没有完全脱钩 但一定是在脱钩的路上 对此美国贸易代表戴琪 竟然宣称 这不一定是坏事情 因为这会让中美两国 在贸易方面实现多元化 换言之 在他的认知当中呢 在美国拜登政府的贸易代表戴琪的认知当中 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额不断的缩小 其实一年下降17% 应该说是大幅的缩小呢 这不仅不是坏事情 反而是好事情 换言之 美国政府认定 与中国之间全方位的脱钩的举措 虽然不可能在短时间之内立刻达成 因为这对美国自身的贸易经济 老百姓的生活也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但是就长期的角度来说呢 好像是一个大趋势 也是美国政府政策使然 就是希望能够看到这样的结果 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看得很清楚的 美国最近呢 针对俄欧冲突加大了对中国的施压的力度 比如说中国三大国有银行 因为担心受到美国的制裁 而不再处理俄罗斯被制裁企业的机构的相关汇款请求 那么这件事情也反映出了 不仅仅在这个科技层面 在关键核心科技层面 而已经渗透到了贸易 以及对外关系的方方面面 那么种种的迹象都表明了 拜登政府正在寻求从科技层面来 这个技术层面来稳定中美关系的同时 这里技术层面指的是战术层面 不是我们讲的科技 战术层面稳定 但是在战略层面 那么应该说呢 对中国的科技围堵 对中国的脱钩的减少 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的做法呢 是在始终的进行当中 美国依旧是中国为其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 甚至是威胁美国国际霸权的最大的 这个中国的 是他最大的一个威胁 那么另外呢 我们能够看到 美国持续加大对中国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打压 从美国商务部长 这个美国贸易代表戴琪的话当中 能够看得出来 美国政府的内心深处 依然希望推动中美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脱钩 换言之 来降低美国对中国的依赖 出现这样的一个局面呢 其实并不令人感到意外 从特朗普到拜登 美国的对华战略 其实早就已经定型了 绝大部分的中国人 当然也不对美国抱有什么幻想 各方面都已经认知到 没有任何因素可以放弃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打压的策略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呢 拜登政府过去长期以来所寻求的 试图能够稳定住中国 那么或者叫做稳定住中美关系 其最大的战略意图呢 就是避免中美两国关系的失控 来造成不必要的军事对抗 或是潜在的风险 另外一方面 通过美国的这个政府高层 不断的出访中国 来摸清中国的底牌 更有针对性的遏制和打压中国 比如说中国的这个相关的金融财政的刺激政策 如果被美国摸清了脉络的话 那么美国在金融层面恐怕对中国施加更为广泛的影响 比如说对人民币的币值的打压 对中国资本市场的信心的打压 其实这种做法本身呢 在过去这段时间也能够看得比较清楚 在几个月之前 有的人就提出 针对拜登政府这种一手一只手伸出来和你握手 另一只手拿着刀子 不断的捅的这种两面派的做法呢 中国方面呢 恐怕也要用两面手法来加以回应 虽然双方都希望能够两双边关系 避免进入到一种失控的状态之下 但是这样的一种战略博弈呢 早就已经在进行当中 也没有任何回转的可能性 而针对我们前面所说的 拜登政府针对中国芯片推出2.0的限制措施 那么以及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 要展开国家安全级别的审查 那么后续肯定会推出更多的限制中国车 在美国以及美国所领导的 像伍野联盟 像这个昂萨家族 对吧 像这个和西方国家 比如说北约国家等等呢 那么让这些国家也限制中国电动汽车的发展 就像限制华为的5G发展一样 那么对中国的汽车产业的全球销售呢 至少会形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和打击 那么针对这件事情我们看到 中国商务部呢也有一个回应 那么中国商务部它的发言人 对美国方面最新的审查中国电动汽车 那给出的回应就是 美国方面的国家安全呢 这种说法是一个借口 意图就是阻碍中国汽车的正常出口 中国方面呢也表示了严重的关切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 针对美国商务部长雷门多说 中国只要按下一个案件 就可以让在美国道路上行驶的300万辆 这个中国产的汽车 立刻停止不能再使用 那么这种荒诞的说法呢 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 也在媒体上呢 回怼了回去 那么他说是不是雷门多在暗示 在中国使用众多的美国苹果手机呀 特斯拉的汽车呀 也会对中国造成国家安全风险呢 其实这几天我们看到 无论是特斯拉还是苹果公司的股价呢 都下降了很多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美国商务部长雷门多 从中呢给了一次助攻呢 但是呀 无论中国的商务部发言人如何回应 什么国家安全是接口 等等等等 这种什么构建 全球化贸易壁垒 美国做法最终伤害美国 这是贸易保护主义做法 这是民粹主义做法等等 其实呀 这种道理都懂 即便是美国商务部长雷门多 他自己说的那些话 恐怕他自己都不相信 道理都明白 这个世界讲道理如果有用的话 那就不会发生战争了 方言之 针对美国方面 一方面呢 希望管控中美关系 不要让中美关系 滑向一种失控的状态之下 那么避免双方造成这个冲突的这个悲剧结果 另一方面 限制中国科技经济贸易各方面的发展呢 那么中国方面的回应 一方面外交辞令讲道理当然有需要 可是关键核心还是在于 中国是否真的能够持续通过科技创新 通过高质量发展来提升中国的科技水平 提升中国的经济的发展水平 这个呢是硬道理 如果中国市场所有的商人 所有的这个做贸易的 做生意的在这个市场能够赚到钱 对中国的未来发展有充分的信心 那么想必呀 可能这个美国媒体无论怎么唱衰 也都唱衰不了 如果中国的科技发展 就像电动汽车像华为的5G 像中国的一些公司 对吧能够推出 更加先进的产品呢 这自然也这个没话说 毕竟呀 全球通行专利摆在眼前 对吧 你能够拿出更多的专利 这个呢就很有说服力 不是媒体上写几篇文章 就可以抹杀得掉的